这是一部现实版的史密茨夫妇 号称东北印汉大军 没想到自己日日夜夜搂着的老婆 竟然在暗地里谋害过她三次 她老婆先只给她喂了毒鼠墙 接着又来了44例的睡不醒小丸子 眼看大哥毫无反应 身体贝儿霸 大姐实在是受不了了 直接派了一位奶狗杀手 先来索取大哥性命 没成想倒背大哥 来了一套反亲拿 那么曾经说过要相爱一辈子的夫妻二人 为什么会闹到如此地步 咱们记得往下看 时间2015年11月 地点麒麟省松原市一处小山村 11月的某天 大军像往常一样 正坐在炕上喝酒 随着门外狗子的一阵哇哇乱叫 一群民警又来到了他家 离警屋大军还没来及让座 民警直接说 让大军去医院咽呀血 听到这样的话 大军顿时脑瓜子嗡嗡响 喝车不开酒 开酒不喝车的话 我可是牢记在心啊 怎么动不动就要血来血去 还没反应过来时的大军 又被民警提问道 我问他 我说你家近期 有没有小动物或者是小生 小生物 突然死亡的事情 他是有 那躺下这个都硬了 他也没看出那啥 我问他脑炎死 跟那也基本也差不一样 我问他面片糖 他说是有这么 他那个余小华给他做过一次面片糖 我说你吃的时候有什么口感 他说苦 他说我到现在我还记得苦尽人 我说他找原因 我说你是不是犹太开了 给人送花花香烫炒了 送花花香烫炒 这种恐怖 说完这段话的大军 此时的心里已经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问民警说道 这些也都是他做的 话已至此 民警也不好在隐瞒什么 只能如实告诉大军 他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夫妻 曾在他的饭里下过毒 放过暗免药 听到民警的话后 大军心里也算是彻底释怀了 十月四日凌晨在他身上发生的奈目 瞬间又涌上了心头 十月三日晚上 大军干完火会到家中 看到妻子做了他最喜欢吃的小子 便多吃了几碗后 直接上炕睡觉 这一觉他睡得很沉 直到十月四日凌晨一点左右 睡梦中的大军忽然感觉 有东西勒住着他的脖子 喘不上气 大军是农民 动作力气掌握得十分利索 一套动作下来 就把小奶狗杀手给按到了地上 可就在这个时候 和大军一起上抗的媳妇于小华 连鞋子都顾不上穿 一流烟的跑出了家中 这大军当时脑瓜子也是一片空白 他以为刚发生的一幕 吓到了自己的小乖乖 按锡如械的他 赶紧跑出去找媳妇 甚至还跑到了村支部 用大喇叭一次一次呼喊 这于小华的名字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接到大军报警的民警也赶到了 当民警了解情况之后 觉得这件事情确有蹊跷 听到民警的这番话 大军瞬间赶到后备发凉 这是一部现实版的史密斯夫物 号称东北硬汉的大哥 没成想到自己日日夜夜搂着的老婆 竟然在暗地里谋害过他三次 就在众人寻找十几个小时之后 于小华竟然主动打电话 联系到了家里人 要一百块钱和一部手机 民警担心于小华想要逃跑 便提前在指定的地方进行蹲守 辗转多次后 民警最终在于小华娘家见到了他 于小华见到民警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要自首 虽然警察早已断定 于小华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但此时还在寻找的乡亲们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无不感到诧异 归案后的于小华很是老实 承认的奶狗杀手就是他派来的 不仅如此 还交代出自己为了谋害亲夫 曾在犯例掺进去了毒鼠墙和安眠药 那么大军究竟做了什么 会让身为妻子的于小华 狠心安排夺命三年杀 那位天外来物 小奶狗杀手又是何方人也 咱们接着往下聊 时间回到28年前 此时大军26岁 于小华才刚刚满18岁 两人是自由恋爱 但是巨大的年龄差 加之大军年轻时喜好 争强斗胜 起初于小华父母根本不同意志们婚事 为了追随自己心目中的大英雄 于小华和大军选择了私奔 当他们再回到团子上的时候 于小华已经有了身孕 没办法 于父于母只能含泪答应了这本婚事 婚后前几年 两人过得还惨幸福美满 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大军干活也是很有动力 但是好景不长 婚后的第五年 村里来了一支修路队 其中一名修路工看到于小华后 被他的美貌所吸引 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甚至还把写给于小华的情书 扔进了他家喂牛的槽子里 敢巧不巧的正好被大军捡到 在质问于小华的过程中 这位女女士装作十分无辜 声称这件事情与他无关 气急脉乎的大军 把于小华给打了一顿 最终忍周不良的小华离家出走了 过了三个月后才回来 回家后的于小华 在父母的支持下 要和大军离婚 本身就气不打移住来的 大军听到这话后 扬言谁要离婚就杀谁 了解大军脾气的于小华 便不敢再提起此事 之后两人的日子 又回归于平静 其实在大军刚毅的外表下 内心还是比较在乎自己媳妇的 自己种地 自己整菜园子 平日里自己能干的事 绝对不会让于小华动一下 而于小华的任务 就是常年玩麻将 抽烟 没事瞎溜达 堪称为囤子里 唯一不用干活的女人 她的这种神仙日子 在切放邻居的眼底 可是把他们给馋死了 你们挺惯的 给家穿 你看你那衣裳 随着住农村 穿的一天一换 一让人静止好 就是做一个农村妇女 家的要200件而已 你那个屋里 咱们一进屋一滑了 50几百块钱 领导两屋高 一个家庭妇女 都四十五五十来岁 那就给屋里高 一百多块钱领导 这还加油 买小孩了 抽烟麻将 瞎溜达还不行 渐渐的于小华又学会了 拍美照 发朋友圈 衣柜里几百件衣服 都是她的素材 但是在于小华看来 这些并不是她想要的 大军对于这个爱到骨子里的女人 管教慎严 每天几点出去几点回家 都是有规定的 又差规定上厕所用几些卫生纸了 而且于小华一旦拿里做的 不趁大军的心意 便要遭到大军一顿毒打 小华想要挣脱这种爱的枷锁 想要翱翔于自由的天空 于是网络便成为了 她唯一寄托的地方 通过摇一摇 于小华认识到了一个 名为寻求知己的本地人老田 已经离异十五年 这一聊二聊越来越热乎 两人就这样确定了情人关系 甚至还一起憧憬起发财的美梦 两人像热恋气的小情侣 于是每天保电话周到凌晨几点 一直生活在大军的危言下 从未感觉过被男人依不得于小华 陷进了迷失的自己 他想要自己挣钱 想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 想要小男人 想要当家做主 但是想要实现这一切的前提 就是先解决掉大军这个绊脚石 于是在二人的合谋下 老田从极致上买了蜀都墙和安眠药 随即他家的狗忽然死了 做的面叶汤也忽然变苦了 连看着大军的身体毫无反应 两人心里多少犯点提骨 相互之间的联系随时越来越多 渐渐的大军也感觉出来的问题 我发现不对劲 人家吃了餐可以聊 可以聊到11点 少一两点钟做 我说你可不得劲 我说这些这一点还都是要 你跟谁聊聊这么一遍 打开于小华的手机通话记录 大军发现光在这几天里 同一个电话号码就和小华通话了28次 随后大军打通了这个电话号码 原本是一位于小华打开的电话 乃过老田还没有来得及 说亲爱的就直接被大军问候了一顿 列祖列宗 老田听到后只能甘声问气 心里想着 大军这次我是真的生你的气了 随后问候于小华的便是大军的几个打儿瓜子 还被要求交出首席 交出零花钱 不经过大军同意 不能迈出家门二部 这一下小华哪能受得了 自由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给大军安排个夺命三杀 于是10月3日晚上 杀手老田早早地被小华安排在玉米地里 一直等到大军吃了 馋酒安眠药的饺子入睡后 与小华才招呼老田进屋 拿出了绳子套在大军脖子上 可稀奇性的是 老田拿的绳子和他一样戏 竟然在实施计划的中途突然断了 而察觉到异样的大军也从梦中惊醒 还把老田打的眼睛发肿 鼻梁骨折 随后的故事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28年的婚姻 最终还是没有抵过28天的露水红颜 他说 郑警官我能不能求你件事 傻事 你帮我问一问于小华 你为啥要这样做 因为在大军的想法里 我大军对你于小华这么好 你怎么能够狠心对我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很纳闷 可能影响到他后半生 对于大军的这个提问 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答案 我最好适合 我真的有两百年